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风雨过后 德州许多车辆都被掀翻了 而最严重的是电线杆也倒塌 当地很多居民区都陷入了大停电 居民们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据当地人讲述 当时的冰雹非常的大 直径达到了5厘米 不少人都被砸得四散逃跑 没有人再敢出门 美国气象局表示 龙泉风还在继续 接下来会向东南部转移 民众需要做好防范工作 尽量减少百出 之后龙泉风才过了没几天 地震又对美国出手了 美国的夏威夷发生了5.2级地震 当地的民众一度陷入恐慌 不过幸好阵级不高 夏威夷受到的损失并不大 按理来说 龙泉风地震都属于 比较正常的自然现象 但阳村4月 美国中部又是处于温带的 他们被暴雪袭击 这有点说不过去了 在龙泉风地震来临之时 美国中部多州遭遇大降雪 不少地区的积雪深度超过了45厘米 因为这恶劣的天气影响 不少州都关闭了很多设施 在美国被大自然狠揍的同时 日本也发生了地震 近日 日本北部海域附近发生了6级地震 不过并没有引发海啸 在4月这种天气下 冰雹降暴雪 外加地震这种自然灾害 美国和日本可要小心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